苔藓在种兰花的过程中 它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为了美观 盆面的美观 如果是一盆兰花 然后开了两株花 这个盆面上有一层苔藓的话 看起来会更漂亮一点 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冬天 冬天的时候呢 我们讲的是野生苔藓 它冬天喜欢野生兰花 它冬天的喜欢有东西覆盖在上面 所以我们在冬天的时候 以前是用苔藓给它覆盖 当然了到冬天以后覆盖上去的苔藓 一般来说长根要慢一点 很多网友说苔藓不容易成活 它就是一层覆盖物 仅仅是一层覆盖物 它的美观效果没有种植的好 现在我手上这一盆兰花 这个苔藓就是种植的 它是在五月初的时候 五月十几号的时候种植的 现在它已经是生耕了 在这个盆面上已经是生耕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生耕了 也就是说它已经在这个盆面上成活了 像这样的苔藓呢 它的美观性会更好一点 会更漂亮一点 那么这个苔藓怎么种呢 像我这盆苔藓吧 当时中文说也是很简单的 现在我拿个空盆演示一下 空花盆演示一下 这个花盆上面没有苔藓 中文说就是说在这个花盆呢 因为我们中文说是天气还比较热嘛 所以你不能把整个盆面都铺满 就是稍微的 一二三四分四五个点 然后每个点点直一下 苔藓从泥土上拔下的时候都是带根的 这就是它的根部 我们呢 就摘取这么一点就够了 到这个盆面上 把这个植料稍微的扒开一点 把苔藓埋埋下去 再到这个上面压一点点植料 很简单的 然后呢 这个花盆 分成四五个点 四五个点位 就这么摘一点 大概是 用不了半个多月 它就会成活 就会长根 那么这个苔藓平时管理是什么 管理有男友跟我讲 这个兰花不是不能经常浇水吗 经常浇水的话怕烂根 那苔藓 它又恰恰是需要经常湿润的环境 或者是经常浇水才能成活 是不是 这是不是一个矛盾 其实很简单的 你用那个喷雾 喷雾的那个水 对着这个苔藓喷雾 不要让这个水太多了 流到植料里面觉醒了 是不是 保持盆面的一个湿润 苔藓它就能成活了 等这个苔藓存活以后 它的生命力呢 非常的顽强 即使是 缺水干一下的话 也干不死它 它也遇到湿润空气 还是会复活的 苔藓会复活的 像这样种植的苔藓 就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好看